你就是自己再到我的第三个单元 第三个单元在这里 然后第14页的这个位置 就是刚刚这一段 一模一样的在这里 你甚至可以复制贴上都没关系 至少先让一下吧 程式是这样的 我很希望你们可以养成兴趣 不要排斥它 我觉得我这个课程就成功了 当然如果你会愿意去考试 你会愿意去接受挑战 你会愿意就是说 不断的学习 那会当然我会觉得更开心 表示我这个课程是真的是 还算是有一点那个价值存在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无回传值 这个刚刚是没有回传值 类似VBA里面的Sub OK你们应该有写过Sub Sub其实就是没有回传值的function 那如果你们应该有写过function吧 OK 没反应 我想说你们应该都学过了 所以用这一笔一下 其实方向就是有回传值 会回传一些东西给你 你把这个回传的东西把它再做处理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希望回传给我什么 有没有是不是直数的话 那修改方法大概就这样 底下这个程式 当然也是要改哪个地方 return有没有 这个可能要mark一下 第一个就是return一个是不是直数的讯息 我在这边print出来 OK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不要就帮我print 我来print 你只要交给我是不是直数这个讯息的结果就可以了 差别在这里 OK所以就看实际上的需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改 如果要把它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首先这个地方 我们就变成说printer变成要在这边print 那我要切嘛 所以第一个呢 我要先在这个制定函数里面呢 先产生一个空的一个字串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字串变数里面要放什么 就是放这个 不是直数是直数 OK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就不要在这边print 我就是直接把它塞到这个s里面去 所以这边print我把它改成s s等于这个 不是直数 不要print哦 你将来就给我就好了 你就变成说 就像说那个当然 做一些简报 做报表啦 做pullpoint啦 或者做一些事情都是幕僚在做 但上台的话一定是老板上去讲 如果你做不好的话 老板被定你 他回来就定你了 OK大概就是一层一层 就有点像这样啦 你就给我就好了 告诉我结果 那我要去 那所以你要怎么return回去给他 很简单 在这里的话 就是这个def的最下 最后一行 打一个字叫return 有没有 其实打一个r就可以了 这边就有个return了 enter一下 return什么给我呢 return一个s给我 OK哦 所以 特别水哦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test 就是所谓的有回传值 所以有回传值 你就要必须去接他 用r去接好了 r等于这个 所以呢 是不是他就回来 就是给你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字串 放在r里面 看得懂这意思啊 OK哦 可能要 这个写法以后呢 如果你要写更复杂的东西 都会遇到 OK 像很多其他 像比如你要把python 拿来架设网站的话 像有个jungle 或者交过jungle 那也是类似啦 反正你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去去处 或者你要写一些大型的专案 也都是互相用合作的嘛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那也就分工 谁写哪个function 谁写哪个function 最后由 那一个主要的那个部分 就另外一个团队 你反正你就做function 我们将来就呼叫你的function 做一些事情就OK了 反正就是分工啦 那旅程结果给我 然后把它print了出来 所以最后记得 你可以把它print了什么 print了这个r就可以了 OK意思是说 我今天丢了一个 这个prong的数字过来 然后呢 它帮我判断完之后 return给我是不是直数的字串 到这个s 最后利用return 把这个return的 这个是不是直数的这个字串 丢回来给r 所以r里面放的就是直数 或者不是直数 两个结果而已 那我再把它输出 OK 所以这边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看到结果 51好了 OK Enter 不是直数 其实结果应该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那个流程 这是直数 都一样 所以这个跑的流程 这边就是input 比如说51到这边 然后呢 它就把这个51放到这边之后 透过这个test 它就这个test 就把这个东西丢到它这边 然后顺便带一个51过来 放在这里 然后51呢 就分别把它做逻辑判断 跑一跑 它不是 它到好像3的时候就被整除了 然后就break 就跳鱼了 跳鱼之后的话呢 就跑到哪里呢 跑到这一行 returns 所以它就把这个s怎么样 丢回来给这个r 就return这个放在这边 那就把那个不是直数 这个s有没有 丢回来给它 它就再print了出来 所以好像 那你会想 这个相对的比 刚刚的程式复杂了 不过主要是要解决 如果这一段程式 大家都共用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 写太多一样的程式码了 不然的话呢 当然很多地方就重复写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有回传值的那个制定函数 稍微再试试看 当然完成了一模一样的程式码 我也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四页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有一点问题的话 稍微瞄一下 尽量就是以后如果要 懂得应用的话 就是要熟练 因为可能这个制定函数 在工作上用到的机会非常高 所以尽量还是要熟悉它 OK 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是个人写的话 如果你是自己写给自己用的话 你也许有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写写这种方式 但至少你要有个概念 就是什么情况有回传值 什么情况没有回传值 的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我概括是把它分成两种 一个是没有回传值 就刚刚类似像sub 一种是有回传值 类似像VBA的function 其实基本上 那概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它用了不同的词 那大家有些人会觉得好像不一样 不过在我看来 我是觉得好像都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换个语言而已 就跟你一下讲国语 一下讲台语 对不对 那不是也是 其实也是讲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你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熟悉它 然后尽量能够多方面的 除了说你在python可以这样 VBA或其他语言 也可以有相同的概念 这样的话 至少你的路可以走得比较宽广 而且工具 反正就是未来会不会就改变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python下一阶段有没有更好的工具 更快的工具 更简单 当然也可能 但只是短时间内 也许大概会再红个十年 应该是可以的 就像前一个阶段 那个Java 它大概也红了 大概也有十来年 慢慢才走下坡 OK 那为什么会走下坡呢 当然主要你会发现 如果跟python比起来 python的那个程式写法 真的又比Java简单太多了 OK 所以 这个可能要了解一下 OK 试一下 哦 谢谢观看